经历洪水冲击的吉林省舒兰市开园镇摩范村终于迎来安宁,鸟鸟吹烟再次升起。 8月8日,47岁的赵素春巡视河道后,还要到村民家询问损失和生产情况。 此时的平静与前几日的惊险形成鲜明对比。 8月1日以来,舒兰市遭遇强降雨袭击,多个村镇洪水慢灌,道路受损,通讯中断。 距离摩范村500多米的村西水库,就对这个村庄产生严重威胁。 据摩范村党支部书记赵素春回忆,大雨是在3号16点开始下起的,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雨情,当时的降雨量足以称为瓢泼大雨。 赵素春立即召集队伍抗洪,这支由村干部和村民组成的36人队伍携带铁锹,抽水泵,立即乘车前往水库。 当时村民在那个库产站,我把他们全撕散到库产两边的安全地带。 完了,我先查看一下库产的那个塌房到什么程度。 右脚刚迈的时候,就感觉脚往下吃劲,往后撤人来不及了,就直接和这牌子一起下去。 当时已是深夜22点,没有人发现陷入困境的赵素春。 好在滑坡泥土不多,他带着擦伤从泥中爬了出来,在过腰的洪水中摸索前行,来到水坝一侧。 防洪队伍决定挖开一红口,让水流沿着固定方向走,这样可以减少损失。 随行的挖掘机立即作业,20分钟便砸开一红道。 此后,水库开始大流量泄洪,水势下降明显。 次日凌晨2点,水库保卫战结束了。 此时天气情好,水位线明显回落,赵素春等36人守住了村庄的安全。 模范村无人员伤亡,无民房倒塌。 目前,舒兰受灾地区正在逐步恢复生产生活,供电已经全部恢复,未通道路全部抢通。